海外华人特别是留学生 最常遇到的仙人跳是怎么回事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大家好 我是大叔 据像刚才讲的一样 海外华人其实我们讲过很多 容易被骗的一些骗局 比如说黄金诈骗 比如说家庭信托诈骗 比如说加密货币投资诈骗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年轻人 特别是在海外生活的这些年轻人 容易遇到的一个骗局 就是海外美女华人跳 顾名思义 大家都知道华人跳是怎么回事 对于那些年轻的留学生来讲 特别是比如说大三研究生 这种到了一定年纪的 荷尔蒙分泌比较激烈的 这些年轻人来讲 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通常是第一步 网上认识的各种妹子们 比如小白是学生 认识一些小美 小美们通常都是亮照 都是各种泳池照 各种比基尼 各种让年轻人非常热血澎湃的照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首先明确第一点 在英国是合法的 在英国所谓的合法是什么呢 只要不是这种非法禁锢强迫的 只要这种不是带有诈骗性质的 或者说是不涉及到大量现金的 其实理论上讲是合法的 前提是不公开招揽 没有公开场合做相关的宣传 所以说这是第一点 这个本身这个事情并不违法 对于小美来讲不违法 但是对于小白来讲呢 就容易出问题了 通常的套路是这样 小美约小白 什么时间到什么样的地点 在出发之前呢 小美会找小白要一个100英镑 或者说1000人民币的定金 这个时候的没有经验的小白呢 大概率会同意给 因为已经看过这么多相片了 而且网上也聊了 又有视频 又有文字 又有图片 大概率是会先给这1000人民币 给到对方 然后按照指定的地点 对吧 按照信息来到指定的地点 这个时候到了楼下 这个小白呢 会接到一个男的的电话 一般都是大哥 说我是小美的大哥 对吧 我是父亲的 或者说我是常乐的 或者说我是十四的 或者说我是水房的 反正就是那种 让年轻人一听起来 就是各种各样的 比较圣人的名号的大哥 说小美是我妹妹 对吧 听说你要约她 对吧 这个为了她的安全 我要把钱收了 这个时候小白 大概率会起疑心 说凭什么 对吧 我什么都没见着呢 我就把鱼款给了 大概率小白会反抗 但这个时候 大哥们会用 他们的心理战术 和他们的套路 来告诉小白 说小白 我知道你住哪 我也知道你是哪个学校 我也知道你读什么专业 我知道你的哪里人 如果你不给这个钱 你放心 我会让你一夜之间 生败名列 这个时候小白是害怕的 他只是个学生 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大概率他会同意 给掉鱼款 但是要记住 从他给一千 人民币定金的 这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落入一个圈套 因为这都是一个 有组织的 或者说是团伙的 一个案件 他不仅仅是小美 或者小美门 在这个后边 在屏幕后边 在做这些事情 而是有一个组织 和一个机构 在做一个事情 但是我同样需要提醒 这些小白们需要注意的 一个问题就是 根据我英国生活22年 从事法律行业 18年的经验来看 大概率这些大哥们 不是真正的大哥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哪里有什么黑社会 也没有黑社会了 现在有的都是叫做社团 叫做公司 大概率这些公司 这些社团都是 都是合法产业 要不然开餐饮 要不然开卡拉OK 要不然开夜店 人家都是做的 合法正规的生意 没有人会因为这点钱 去冒这么大的法律风险 所以说这个是 小白们需要有认知的 不要港片看多了 觉得黑社会 大哥早上门来了 这个很麻烦 其实没有什么 遇到这种情况 要坚决地做一个动作 就是报警 第一 你并没有犯任何错 你并没有犯任何罪 警方不会起诉你 OK 你只是一个受害者 OK 被诈骗的受害者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千万不要尝试说 我也认识某个大哥 用大哥来找大哥 这个动作只会让你陷入 无穷无尽的麻烦里边 你要学会用法律手段 法律渠道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对于年轻人来讲 要增强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对黑社会 对社团的认知 同时我们也看一下 就是我们前几期讲了 黄金大捷案 基本上都是50万美金的收网 标准 被骗的金额 基本上50万美金左右 我们讲了家庭信托 诈骗案 基本最少是30万美金的收骗额 我们也讲过这种加密货币的收骗案 基本至少是20万美金的收骗额 我们也讲过前一段讲过 Facebook的这种视频勒索案 基本上5万左右能搞定 OK 我觉得就是诈骗长火的一个收网的标准了 到了这种仙人跳 我觉得5000英镑左右 就基本上就会收网了 因为你这个事情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走量的一个事 OK 因为他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没有花太多的精力 去做这个局 是小白你自己主动送上去的 换句话说 人家是江太公钓鱼院子上钩 你是那个主动上钩的 所以说他的受骗金额是相对比较小的 这个时候该找使馆找使馆 但是明确告诉大家 你找使馆使馆也帮不了你啥 你又没有生命危险 你只是被骗了 而且被骗是因为你自己的这种 用中国的话说 你自己的这种非法的需求 导致你自己被骗 你找使馆也没有用 报警只是能够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让你自己心里有数 这个事情必须要通过 法律渠道 法律途径来解决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关于海外华人 海外留学生常遇到的 这个仙人跳 而且大家会发现 这种仙人跳 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普通人 包括强哥 对吧 也是有可能遇到了仙人跳的这种情况 对吧 这个主要还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欲望 管理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不要动不动上来告诉人家 你在那个学校 你读什么专业 你哪年来的 来英国多久了 你的规划是什么 聊天可以 但不要透露这种个人信息 特别是不要把BRP卡 这种敏感护照 这种敏感信息发给不认识的人 在这个情况下 才能够保障自己在海外的生活 能够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舒适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关于海外华人常遇见的 特别是海外留学生 常遇见的仙人跳片剧 好